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题 十二分之七减掉十二分之一除以四分之一减四分之三的绝对值 经过计算后会得到哪一个结果 那我们来算算看 十二分之七造超减掉十二分之一除以四分之一减四分之三的绝对值 好这个顺序是怎样呢 这个绝对值里面要先处理 接着算后面这个除法 然后再相减 所以我就知道它就会等于十二分之七造超 减十二分之一造超 除造超 四分之一减四分之三是负四分之二 负四分之二 挂了绝对值以后就是四分之二 那接着下来我们就会变成 把后面的先做一下这里 所以就会变成十二分之七 减掉十二分之一 除改成乘以二分之四 约分离下 四一四四三十二 所以它就会等于 十二分之七造超 减造超 分母三二六分子变一 通分离下 十二分之七 减十二分之二 所以答案就是等于十二分之五 那因此我答案就选B 第十一题就做完了 两分之一 二分之一 十一分之一 至于 一分之一 似于 不然之一